第25题,利宏用超大弹簧试着要判断多大的力可以拉动车子 以知此规格的弹簧的受力与长度如右图所示 若最后恰好拉动车子时,弹簧伸长量为3公尺 试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A.此弹簧的圆长1公尺 弹簧的圆长就是没有受力的时候的全长 图上显示没有受力时候的弹簧长度是1公尺 所以弹簧圆长1公尺是对的,选项A正确 选项C,我们看到在施力8公顿重之前 我们的弹簧的长度或者伸长量都是会跟力量成正比 也就是它在弹性限度内符合虎克定律 因此我们这个弹簧的弹性限度是8公顿重 所以选项C说,此弹簧的弹性限度为8公顿重是对的 那么也看到在8公顿重之前 我们每施力2公顿重,它的弹簧就会伸长1公尺 所以选项B说,每施力2公顿重,弹簧伸长1公尺 我们原来说它是对的 但是这个要在弹性限度内 超过弹性限度就不会有这个现象了 那么题目并没有说这个在弹性限度内 所以我们最后决定了选项B也是算是错的 那么选项株说,施力4公顿重恰好可拉动车子 题目说,伸长量为3公尺的时候恰可拉动 原长1公尺,伸长量3公尺就表示它应该是4公尺 那么4公尺对过来是6公顿重 所以恰可拉动车子的施力是6公顿重 所以选项株也是错的 因此第25题目我们说,试问下列叙述何者错误 我们答案选的是B株 B,每施力2公顿重,弹簧伸长1公尺 我们算它错,是因为题目没有说要在弹性限度内 那么选项株,施力4公顿重恰好可拉动车子 错,应该是施力6公顿重恰好可拉动车子 我们算是施力6公顿重恰好可拉动车子